你这个人真的太木讷了 一点情伤都没有 有时候咱俩在家 一天都说不了几句话 我真的受够这样的生活了 你总说我不爱说话 可是你把我想说的都说完了 我还有啥可说的 我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内向的人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 还总是由着性子来 我在自己的世界里 为什么你就不能为我 多做一些改变呢 我感觉自己的生活 一直被你把控着 真的活得很累 或许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我们该重新考虑未来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孔贤二十九岁来自天津 汽车租赁 有请 杨女士二十二岁来自天津 又诗 有请 欢迎两位 女朋友 对 汽车租赁 就是租车服务的是吧 对 不会是你的客户吧 以前是 真是这么认识的 对 去租车 对 就是我找他租车 这么认识的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 其实特别老实 然后我不太喜欢那种 就是怀言巧语的人 后来慢慢相处相处 就在一块儿了 但是后来这个老实 也给我造成了很多困扰 今天主要来说老实的困扰是吧 对 就是他平时在家 也主动收拾屋 做饭之类的 我还挺满意的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他特别不爱说话 你不是刚才说不喜欢这个吗 所以人家不说呀 这不是造成困扰了吗 说困扰 说困扰 然后他就是在家也不说话 就自己在那玩游戏 然后要不就发呆 也不主动找我聊天 就我们俩平时同时在家的时候 一天说话超不过五句话 那吵架的时候就更别提了 他压根就不理你 你知道吧 就你恨不得对强说话 还有回音呢 他压根就不理我 一个字都不说 这谁受了啊 你说两句 他说的对吗 他说的没什么误差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话呢 平常 我不敢跟他说太多 就是有时候 我怕哪句话说不对 他就跟我吵架 你说都不说 你就知道哪句话对 哪句话不对嘛 他压根就不跟我说话呀 你不跟我说话 就光是我们俩在家 就算了就可以理解了 你就这个性格 但是跟我 我跟你说话 我不是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just wanna find a way out, sick of the venom in my brain Running from the past, wanna escape my pain I just wanna be a better person, I deserve this I just wanna break these chains I was asking for greatness True to myself, I never fake it See no many ones that are sold to get famous And when I say the truth, most really can't take it Spite of everything I've been through, I'ma make it Fake friends, bottom of my downfall, it's toxic Day one, started to outlaws for profit Now all I do is write verses, no talking All I do is put the work in, no option This was everything I ever wanted Created a legacy off on me, just be honest And the fake ones hate, but it's all to no avail You wanna see me lose But you know I never fake it ... ... And then he just goes to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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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